台湾事件 認識臺灣景觀、物種、造 bringing fresh那就 insane 輪委會要你共賞臺灣四季之旅 每年清明节有鹰成群 自南而北至大甲西畔铁沾山 巨枯几哀 彰化人为之南鹿鹰 春天大地一片万象更新的温暖时节 彰化的八卦山 一群远渡重阳而来的朋友 把天空点缀得分外迷人 他们就是有南鹿鹰 后山鸟之称的灰面鹫 我们常说 有鹏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每年的三月 彰化的八卦山 便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赏鹰盛会 来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教客 同时也让更多人能欣赏到他们遨游天际的英姿 最小的鸟是什么鸟 蟲蟲蟲蟲 在我们彰化第七 这个蓝鹰盛会 以前过境数量就很多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说来利用这个 没有办理这个活动 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蓝鹰盛会 那我们八十一年彰化鸟会成立以后 那我们鸟会就透过 就跟很多学校团体 或是政府机关来办理这个 英养八卦活动 主要是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让民众了解 我们彰化也有这么漂亮的猛群 也有这么多的猛群 过境这个彰化 那最近几年来呢 我们每年这个英养八卦的活动 都吸引数以万计的人参加 每年从三月到四月初 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成为 彰化第七独特的生态文化活动 灰面狂鹰它是一种 一季节性迁移的一种鸟类 那它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会经由菲律宾渡过巴士海峡 沿着台湾本岛 然后再往大陆方向飞 那一路飞回台 那个大陆跟以及日本那一带 它们开始进行繁殖的行为 那繁殖完毕之后 大概九月份会开始南下 准备要渡东 那这时候它又会经过台湾 像集中在墾丁这一带 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墾丁看到它大量集结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般民众大家都知道 它叫国气鸟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九十月份的时候会来到台湾 那在三月份的时候 它会经过彰化八卦山 所以当地的居民又称它为南鹿鹰 那在过境的时候 其实它会以当地的一些蜥蜴鸟类 或者是一些老鼠为食物 所以对当地的生态来说 也具有一个很大的平衡作用 灰面鳩是台湾春秋两季的过境候鸟 每年的十月十日前后 当恒春一带吹起落山风的时候 就是它们抵达恒春半岛的时刻 下午三四点钟成群盘旋 直到黄昏才降落在满洲香七席 春季北返则在三月十五日以后 七帝则选择在中部八卦山台地 和大渡山台地的树林里 过境时间往往持续到三月底或四月初 这边这个就是所谓的过境 过境鸟就是说它的七席不能在这边 它是所谓的 它从这边南西亚北上 所以叫做过境鸟 所以等一下这边你们会在八卦山看到这四种 然后这三种就是我们在这边 大概一年世纪都看得到 一年世纪都看得到的地方 以这支为最大 这是最大支 然后它飞行到以滑翔 以热气油上升为主 就是因为它大兴猛行在震刺的时候 它会非常耗力 因为它体质太大了 所以它震刺非常耗力 而不是像这种 这种是最小支 所以像它这三支的话 它这种都会有震刺现象 就是它在飞的时候 它会就是以震刺来飞 就类似鸽子啊麻雀等等 它飞飞飞飞很快 然后它们频率没那么高 所以就所谓 大兴猛行要靠汽油 就是它们像这种的时候 它这边到的时候就类似说 它们会在找方向 在这个大高山这边它们会找方向 找一个方向说它要往北返 就像刚刚所说的 它大概都是沿着大陆沿岸来飞行 所以一路如果它是南下的话 它会从日本经过琉球群岛 然后台湾 然后在菲律宾 最后可能会到达马来西亚 或中南半岛这一带 那春天北返的时候 它会沿着反方向的顺序 也就是菲律宾台湾 大陆沿岸或者是琉球群岛 然后再回到日本的繁殖区 那这大概是它一条迁徙的主要路线 彰化八卦山老一辈的人都知道 童年时期所看到的南路因数量 足以遮云避雨 它们停起于墓园的墓碑上 相思树的枝雅间 或是竹子的枝头上 肯定玩了 花生了十七年 十七年前 有一点凶 这空间过去 我找了枪香余胸 一串一群四肙 海峰 荒生到小小 没减过两分钟 太阳 但是天窗看 這樣繩喔 這齊齊沒有路 這邊的夢牌 我們修正過完 修正都會被修正 修正看最多 師父說來過夢多 那一種的斷刷 但是修沒有路 才去修夢 還有這四季 我們有過夢 有過夢 有一些那些 魚類、馬類都沒有 他們來 他們的祖先 他跟孫子說 我們如果要祖先 就去夢的所在那裡 哪有馬類堂吃 你們就要去那裡 我們不知道 都過夢吃 來過夢做 那修正是 跟那些 教教教孫子說 你們就要去那裡 這不夠 雖然灰面鳩是屬於猛禽類 她的個性 卻是非常的溫和、激緊 然而儘管如此 他們還是逃不掉 遭到大量獵捕的悲慘命運 許多當地的居民 都會以獵殺、灰面狂禽 作為一個主要的行業 那他們大概會把它拿來做成標本 販售到日本去 那日本他相當喜歡這種 猛型的標本 所以早期有一個業語叫做 南露鷹 幾百七高千 也就是說當地居民 在這個地方採集的南露鷹 大概會達到總數的十分之九左右 由於灰面鳩在日本是嚴禁捕捉 凡是捕捉者將受到重罰 但是東洋人酷愛灰面鳩的標本 於是他們就來到台灣 高價大量收購標本 當時八卦山及滿洲鄉的居民 在高價利誘之下 四處立起陰腳踏 大量捕殺灰面鳩 根據當地居民表示 當時一個人在一個晚上 可以打死將近兩百隻的灰面鳩 除了人為的捕捉之外 當時台灣的自然環境 面對開發的壓力 導致灰面鳩棄息地 以及生態環境遭受到空前的破壞 大量的使用農藥以及水源的污染 讓灰面鳩主要食物 如蜥蜴、青蛙、昆蟲、小型鼠類等等 大幅減少 他們找不到食物補充體力 以致因為食用這些生染農藥的生物 而漸漸毒發生亡 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一些地區 還是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像在墾丁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民眾 以獵捕灰面鳩為一個副業 可是在當地保育警察 墾丁國家公園保育警察的一個取締之下 這種行為也開始慢慢的減少 那不過我們還是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獵捕行為 一定要經過保育推廣以及宣導 來達成教化的一個目的 在滿洲的部分平埔族當中 相傳他們的祖先是來自呂宋島 在一次出海當中遇到颱風而漂流到台灣 從此便在這一片土地中建立家園 然而每年後山鳥經過 便令他們想起 為在呂宋的家園及親人 不禁煽然淚下 他們也相信 後山鳥是來向他們傳達族人平安的訊息 而後山鳥也會將他們的訊息 傳達給在呂宋島上的族人們 因此他們從不曾去傷害這些 燒來消息的後山鳥 然而當時的平埔族人 畢竟只是他們悲慘命運的少數守衛者 也因此灰面鳥的數量 一年又一年的大量減少 令人欣慰的是 在政府與民間的通力配合之下 彰化八卦山山區 現在已經成為賞鷹聖地 每年的三月份 總是會吸引許多愛鳥的人士來到此地 讓南陸鷹感受到台灣人民 截然不同於以往的熱情 這一切都得感謝這幾年來 致力於灰面鳥寶玉的團體 及人士所做的一切 你很少看到一群老鷹飛在一起 有幾種種類會這樣 通常猛奇都是 我這一塊大區域是我的地盤 那一塊是他的 所以要早一點趕快回去佔地盤 台灣的鳥類生態寶玉 我以鷹鷹八卦來當一個例子 在民國四十二年到民國八十年的過程 這段時間在八卦山上 是滿山滿谷的陰腳踏 因為這段時間對台灣的軍紀發展 正是開始慢慢協會的過程 這時候每一年的三頁捕捉匯明鳥來當標本 是當地居民的重來源 以及蛋白質的來源 但是在民國八十年之後 人民對生態保育的意思逐漸結形 這時候張華聯會成立 我們是以學校教育為主 配合社會教育同步在進行 社會教育由於各個電子媒體 以及平面媒體相當大的配合 那在學校呢 我們到八卦山附近的學校 哀家去介紹 讓小孩子從教育中 來了解這個生態保育的重量 那在一年的過程之中 八十一年期 整個八卦山所有的陰腳踏通通消失 當地的古英人轉成鳥會的生態義工 那這是以教育來當宣導 那到了民國八十八年 農委會的主委 硬要來到賞銀兵台 以全國各理事長 在賞銀兵台這裡的交會 當主委看到了自己 當地有三萬多個人陪著 主委在這邊賞銀 他大為吃金 他更希望中華聯會 透過中華聯會 能夠邀請全球各國的一些 生態保育的專家 來了解台灣對生態保育的努力 好 幸好在他們的奔走之下 灰面鳩的數量已經不再逐年減少了 每年有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 專程到這裡來參與陰陽八卦的活動 身為台灣人的我們 當然也不能缺席 太明顯了 而且它很小 只有一個黑點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把握幾個原則 如果有白雲的話 那有雲背景是白的 還是黑點 就很容易會看到 另外就是說 你去看那種山的那種林線上面 就是那山的走是這樣 你就看那上面的那一塊天空找找看 因為有個地標這樣去找 它也喜歡沿著那樣飛 再來就是說 如果下午的時候你就看 它喜歡停在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你要找它停機的話 通常都停在土上 或者是相思樹上面 就是比較高的地方 高點 所以這樣就很好找 那現在就是要去找 有白雲或是對瓶 叫不對瓶 很高就對了 好 希望你們大概 鳥會的人告訴我們 賞鷹有一句口訣 起鷹看山頭 過境看飛機 落鷹看樹頭 來到八卦山頭的灰面鳩 一開始是乘縱對飛行 到平台上空附近 轉為龍捲風式盤旋 之後再有如飛劍般 修的一下飛落到枝頭上 它們稱之為落鷹 據說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看到 上百隻落鷹的壯觀畫面 晚上這一大群灰面鳩便在此地休息補充體力 因為明天它們將飛越大海到達北方 外景小組也隨著它們的作息做好準備 捕捉隔天它們起鷹的壯觀畫面 在太陽出來之後 熱氣流上升時 是起鷹的最佳時間 因此儘管睡意正濃 我們仍然起了個大早來到賞鷹平台 等待著它們起鷹時刻的到來 它本身是有飽機的 它負履旁邊在飛起來 它的目標就是 這個八則山 那邊大小松 這邊八則山 中一條大小鷹 大小小鷹 電到布里面 空中的氣流較好 它氣流好的時 要回去都順著幾乎 大小鷹圖 有大陸的海峽頭 背面五百風 有哪兒氣流 我們這兒氣流後來講 起到大陸頭 剛才那兒氣流 有風風 它還背後回來來休息 意思是說 一隻 他在10年來 一隻在帶頭 會順著氣流 會一直保養 他在洗的就是 去他的生活 空中的這個氣流 他先骨頭不掉 我們通過風水 我們去游到 游到很多時候 這個風水有氣流的阿伯 就在那裡 他到那兒 把他通知 整天就在那裡 一直保養 保養到那裡 整天都在那裡 他們保養死了 要這樣 憲的憲的憲的 我們不要 在日出的陪伴下 會先有一兩隻南陸鷹 先飛上山頭 竹枝上 整理羽毛 待太陽出來 熱氣流上升及起鷹 隨後 陸續會有南陸鷹 跟隨著先前的南陸鷹 沿著山谷林縣 漸此盤生 鷹群 再度以龍捲風式 盤至一定高度 再一支支排列成縱隊 往北 返回他們的繁殖地 離開了八卦山的賞鷹平台 再回台北的途中 南陸鷹在天際敖翔的畫面 不斷地在我們的腦海中盤旋 他們的斑斑血淚史 更令我們感到心疼不已 近幾年 經彰化縣野鳥學會調查 南陸鷹每年飛經八卦山的數量 已經不再拒減 但是令我們擔心的是 棲息地的破壞 這是南陸鷹面臨最大的威脅 有人說 鳥類是生態環境最佳的指標 如果連牠們都無法居住下去 那身為人類的我們 還能安心地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嗎 我們花費了好大的心力 才重拾灰面糾對我們的信任 怎能又輕易地任由環境破壞 而使牠們對我們絕望呢 我才能安心地在柴陸鷹面 小心的違法 你真的很想請 我才能能暴アバト 不應該是深刻的 我才能有一個走的 我才能能玩 我才能想想 我才能穩定 我才能互相 我才能互相 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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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